意大利著名的时尚设计师乔治·阿玛尼 周日在米兰时装周上举办了他的2020秋冬时装展 阿玛尼会根据不同的市场和客户群制定不同的风格 今年在米兰时装周登场的乔治·阿玛尼设计的时装 以黑白红为主 充满了现代感及个性化 另外 本次设计采用了较多的贴身天鹅绒西装 针丝印花长裙及宽松长裤 还有长筒皮靴和丝绸围巾 这种较朴素的搭配充分体现了女性率真的一面 此次服装展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 现场既没有观众 也没有记者 看台上空无一人 原来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意大利急剧恶化 使意大利成为亚洲以外最严重的国家 出于安全考虑 阿玛尼周日一早发表声明 决定此次服装展如期举行 但不对外开放 不过会将实况在官网上直播 意大利时装及高级消费品牌阿玛尼 由设计师乔治·阿玛尼于1975年创立 在45年的职业生涯中 这是阿玛尼第一次因疫情影响而取消正式的时装秀 这虽然是一个无人客彩的时装展 但相信喜爱阿玛尼服装的人仍然会在网络上追跑 新唐儿记者延西报道 新唐儿记者延西报道 感谢观看